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欢迎接下来宾国民党立委李德伟委员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钱大使民众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赵林大使 何荣好各位好 以及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校伟小兄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安 好今天首先带您从香港开始关心 我们看到了香港2019年曾经发生了 反送中的抗争行动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蔓延 接连的事件使得香港的经济受到打击 但不少的外资企业也因此看衰香港 把总部给撤出 但是从2023年这半年来看的话 陆资陆续的涌入 使得经济数字表现亮眼 那么香港有没有机会重新夺回 这个重要的金融地位呢 Bloomberg他们的调查 香港经济在2023年预料会成长4.6% 超出先前所预估的3.4%这个数字 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表现也不错 比早前预计提高了1.7% 那么达到3.3% 预计香港在旅游业的支持之下 可以延续消费驱动的复苏 而且提振香港短期周期的这个前景 但是光靠旅游业 光靠这个消费的成长 到底能够撑多久 这也是大家的疑问 远见人就特别有一个报道说 第一季的GDP成长率呢 称霸亚洲四小龙 而且就特别提出了一个问题 香港是凭借着什么 使得他们有机会风云再起 第一季的GDP成长率2.7% 亚洲四小龙排榜首 2023年1到4月呢 香港涌入了730万位旅客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0倍 零售的销售呢 这个连续升了5个月 最新4月份的数据 比去年同期增长15% 餐厅和饭店恢复人气 各地的办公室空置率 也都在下降当中 那么当然也看到了近年来 其实从中国大陆来的 直接投资的金额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我想先请教大使 是目前看到是 依赖中资的益柱 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 观光跟旅游 撑起了香港的经济成长 这可以看成是香港 已经完全内地化的一个展现吗 我想应该不可能 因为香港目前 它基本上香港的特色 那么多年以来 它始终是一个国际化的特色 它不是内地化 我们过去常听到一个 形容香港的一个数字 叫做东方之珠 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trade hub 它不是中国之珠 不是大陆之珠 所以在目前中 现在香港的一种荣体的展现 是当然不可否认 是中国方面的一个 等于说一个人 在经过过去这三年来 又是疫情的影响 又加上美国抗中的影响 它生了一场病 会有点受伤 现在就为了挽救病人 给他打强行针 给他灌营养剂 让他能够增进起来 所以我想像旅游的支撑 当然目前是可以延续 消费驱动的复苏 来提振更多短期 周期的一个前景 但是我想长远之际 中国方面这种做法 它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 一个是政治方面 第二个是经济方面 政治方面就是因为 在去年11月20大之后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情 暂时稳定下来 当然可是国际间 对于习近平 他的政权的发展前景 还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所以政治稳定之外 习近平政权 一定要在经济方面 做出一些展现成绩出来 让国际间看他 对他香港 就是一个指标性的 一个实验品 所以他因此 无论如何 要采取各种方法 在具体的旅游业 观光业面 他同时在法律面 前不久他也揭发 也就是开示了一些 大陆方面引进 把大陆内部的人才 引到香港来投资 一些签注的放宽规定 特殊的人才 可以五年免签 可以自由往返 这个港中之间 这都是一些行动 来支撑 来提升香港的签计 这是政治面 它必须要做一个展现 第二个经济面 就是因为在今年3月间 欧洲商会 香港的欧洲商会 他做了一个民调 发现存香港有五成的人 将近五成的外商 准备规划 要撤离香港 撤离是 行动还没开始了 他主要撤离 表示有这个计划 所以在经济面 他为了要填补 可能外商会迁移的 离开的这种空档 填补这个空档 他必须要更多的填补 第一个问题是 能够填补外商留下来的 这种投资的空间 第二点 来展现他的经济的成长 吸引这些 想要撤离的外商 改变主意继续留下来 刚才提到了 香港曾经因为政治冲击 严格的防疫政策 还有全球租税改革 一连串的三大的冲击 还有最近 美国国务院 特别针对香港 发布旅游警示 表示说前往香港 应该要格外小心 它的等级是在格外小心 就是第二级的警示 刚才提到说 特别香港能够经济发展 在上半年这么的恢复的速度 非常的快 是因为观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委员非常了解香港 您看到因为在金融中心这部分 其实之前就被新加坡给超越 那现在香港已经又找回了 它原来的实力吗 应该这样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当时反送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香港的自由度 不管是在经济 或者政治方面的自由度 由于反送中这件事情 不管对于香港本身的刺激 或者其他国家到香港投资的人 包含我自己知道 很多台湾人当时就有非常多的疑虑 把在香港原来驻守的相关的资金 全部移往新加坡 当然这一波不只是台湾 还包含很多其他国家 尤其是欧美的资金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例子 我想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 包含香港自己本身 都有很多人没有信心 所以当时有大批的移民潮 不管是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或者是到英国去 其实也是大笔的资金 甚至于人流都移出去了 但是不会慢慢的回稳 而等到大家有信心了以后 大家还是习惯于香港的运作模式 所以在这一点没有错 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下来 而中国大陆挹注了大量的游客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当然相信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支持 或者是香港自己本身的努力 某种程度当这一种 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政治上的这一种信心 慢慢回复了以后 不会延香港还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 毕竟它后面有一个中国广大的市场 跟中国广大的资金 所以在不会延 在这个经济的自由度里面 要是可以恢复 大家过去对它的信心的话 那我当然认为 香港的前景还是非常强 那跟比起新加坡 不会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势 的确北京当局也非常的重视 香港未来的发展 那么全力在推动这个 越港澳大湾区 然后建成这个港珠澳大桥的 试剂工程并且通车 大湾区有9个广东城市 连接了香港澳门 总共有11个城市 而在这个城市的集群当中 根据大陆国家主席金平 曾经特别点名了三个地方 就是广州的南沙 深圳的前海 还有珠海的横琴 这三大点变成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而前特首 目前也是这个大陆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 他就提到 刚才讲到说 香港跟新加坡之间的这个竞争 他说新加坡其实很想争取 香港这个金融地位 但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陆资企业去深圳跟香港上市 新加坡根本没有办法跟香港比 而香港最大的优势 就是Super Connector 超级连结者 因此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新加坡和香港有各自的福地 那么新加坡做印度的生意 香港不能做 香港做大陆的生意 新加坡不能做 所以他说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回到刚才提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持平而论 小兄觉得这对台商来讲 会有很大的磁吸效应吗 这个地方我比较保留看法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现在 也在面临一个产业调整 跟升级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它这个港珠澳大湾区 其实是大陆它近十年来 一个非常有雄心 或者说一个算是可以说 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规划 那它当然像比我以恒情来讲 我记得我第一次2004 2008 到恒情那时候 都还是一片 那个养生蠔的这种田 但现在后来 那个16年18年去 整个已经田起来了 然后开始做那个田海造陆 做各种的那样一个工程 然后他们主要是希望 这个港珠澳 也就是它今天这三个自由贸易区 它是要贸易什么 其实是希望能够提升 中国大陆内地的这个产业水准的 这些产品跟这个市场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台商本身在这个地方 台商所能够投资的项目 能不能够跟这个地方的需求相配合 这个就变成说 是非常关键一个部分 如果说今天我们台商 刚好去还是好某种程度来讲 是做台湾不要的啦 或者说台湾没办法生 在台湾可能因为成本过高 没生产的这种东西 想要说到中国大陆 靠那边想要去用那边的 比较那个便宜的成本土地等等 价格来去继续做这种 某种程度来讲 有点像细阳的工业这种生意 那我是觉得他们的希望是并不大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它欢迎的基本上是资讯业 产业服务业等等 但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台湾的强项 但反而以它这个港珠澳 那个大经济特区来说的话 香港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讲到 离人民币这样一个中心 不可否认的 的确新加坡在上一波 反中运动之中 收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红利 就是原先很多欧美的 金融服务业的这些产业 因为香港的局势的动荡 因而移出到新加坡去 但是不可否认 新加坡它本身腹地也不够大 而且它周边的市场 并不是华文市场 香港你面对的市场 毕竟中边 虽然说你说那边都讲广东话 但至少整体来讲 还是面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市场 这个中国大陆跟世界的 这个贸易的这个交流 很多一个部分 都是靠香港在做 因为我印象中很深的 有一次我那时候去 深圳那个地方 那深圳当时 来接待我那个朋友 他以前之前 是在做那个大陆 那个财经媒体的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们现在深圳盖这么漂亮 你们准备把这个 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 这个地位全带是吧 他说施老师你别闹了 我说怎么说呢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 虽然那个深圳跟香港之间隔一条河 但是呢 那个资讯上有一道无形的墙 那这个无形的墙呢 就会让他们比香港 接收到外界的资讯 要慢上一些 甚至有时候可能就刚好碰到这个障碍 就接连不了了 所以香港在资讯取得上 又比中国大陆内地要有多次 所以很多厂家在港珠澳这个大湾区的 他会把一些营运中心设在香港 这个时候他跟世界连接速度会比较快 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是我们台商在这个地方所能够承受的 所能够得到的这个利益 所以关心香港的部分刚刚特别提到了 那经济数据表现不错 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消费顶住了 那大使您觉得就是在这个单一的支撑力道 因为它现在只能靠消费来先顶住 这个支撑力道单一化的情况之下 同时也必须考量的是什么样的隐忧 简单的了解 我想目前现在全球 因为经济放缓 跟利率上升 开始上升一个普遍的现象 所以它对一个国际线的现象 所以你刚刚讲 各地的外贸都有些衰减的趋势 这是一个全面的趋势 香港跟台湾的关系都是互相依存 所以一人衰 两人同时衰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所以这个目前在全球 这个通货膨胀还没有消除之前 还有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 它的前景还是构成一些考验 但我这边必须要稍微分享一下 我关于香港 大陆想提拔香港 把它拉上来 那么很多在台面上的一些努力 跟一些规定 一些配合之外 听说是还没有被的查证 就是现在最近大陆方面 也在开始把过去这一两年 对这些所谓的所谓共同富裕 这个政策下 像有一些马家的中心 像马化腾 马云这些人 大概目前开始 各位看到最近马云开始复出了 很多项 那么这就是除了拿观光 来支撑内需之外 还有投资 现在可能大陆方面也在开始放宽这些几个大商 A咖的 他们开始做一些投资 让他们能够移住一些香港方面的投资 就是加打对香港的投资 何卫兄的观察是 对 我觉得当然这有一个重要的隐忧 就是接下来到底美中之间的对抗 甚至于包含中国大陆跟欧洲之间 那在这个对抗部分 不惠言 刚刚大使所讲到的 他的确现在不管是这样子强的一个通膨 或者物价的一个上涨 都影响相关的消费 所以在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一个程度上 会不会也受到影响 那在政治力后面前面所经济影响到的自由度 我觉得这会是 未来香港跟台湾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 不惠言在这里面 因为台湾跟香港某种程度 跟中国大陆依存也非常的高 那在这个部分 当中国大陆的市场 或者是他美中之间继续这样对抗 不惠言 中国大陆受到大的影响 台湾 香港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印中俄上和会呢 我们觉得是各怀鬼胎呢 还是去美元化呢 那到底唯一的共识是什么呢 先来看这个上和会 上和会其实就是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的简称 他们7月5号呢 在这个举行 然后呢 由轮值主席国 这次轮值主席国是印度 那所以就由印度的总理莫迪来主持 那么会后呢 各成员国也共同发布了 就叫做新德里宣言 纽约时报就分析说 这一次的上和会 其实对俄对中来说呢 各有不同的意义 俄罗斯方面呢 对普丁来说呢 在瓦格纳发生兵变以后 这需要让普丁在国际上 展现他强人的力量 另外对大陆来讲呢 对习近平来说 这个上和会呢 是呼吁结束美国霸权主义 还有强权政治的舞台 好 就看俄罗斯跟中国 这两个部分啊 请教大使 普丁到底能够有多少程度 因着借由上和会的参与 那么重整 他这次被瓦格纳兵变 所重挫的威信 第一点 这是他头一次啊 虽然是线上出席这个会议啊 但是也是在国际会议中露脸啊 至少让他这个 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变的事情呢 让他做能够喘一口气啊 暂时离开这个暴风圈一下 那么事实上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上和会议啊 上和组织的成立啊 2001年了 我们稍微回顾 简单的回顾一下 它2001年6月在上海成立 是 中国跟俄罗斯是两个主要的 这个创立国 这个时间点 2001年的6月 就刚好是2001年 那个912之后呢 这个美国开始到中东 全力做中东反恐的行动的时候呢 在亚洲留下空间 中国趁机跟俄罗斯俩开始成立这个 所以在中亚或东亚的一个国际组织 这是中国来操盘的 从来过去中国都是被美国操盘 现在美国都开始 那第一个 试验性的一个行动 所以上和组织开始只有六国 中国俄罗斯 还有四个这个中亚的国家 但是现在这些年来 慢慢继续增加了 现在有增加三国 印度巴基产 最近是伊朗 我们也加入了 伊朗加入这是一个指标 可能带动一些中东其他的国家 因为地缘关系很接近 开始一步一步的扩充了 所以本来这个上和组织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打击西方 跟西方来较劲的味道 抗衡 抗衡 那么所以中国跟俄罗斯 对各区所惜 除了普丁之外 可以借这个台面来露脸之外 稍微缓和他的形象之外 中国方面 这个基金平也在继续强化 这个上和组织的这个力道 他的运作 比方说他这次在宣布 他公开宣布说 要这样创立 所谓上和的这个什么 上和的这个开发银行 上海合作开发银行 就像类似过去对亚投行的方式 这个上和开发银行的目的 也是为了他的一带一路 将来这个是资金的问题 所以一带一路 变成一种争计性 就是因为各国的债务的问题 当然中国觉得也很头疼 对各国也有很 像印度就反对加入一带一路 在这上和会议 很不讲其面 就是我不拒绝加入一带一路 虽然为了一个金融的 一个财政的一个部署 大使刚刚提到的 就是马上我们就来请教 因为在这个会后 刚刚讲说 发布了这个新德里宣言 就看到奇怪 印度的立场到底是如何 印度跟多数的会员国 是唱反调的 因为他们拒绝签署 支持一带一路 印度所主导的宣言内容当中 还看到包括像 相互尊重主权 不使用武力 解决争端 这些相关的内容 所以外界也在分析说 这是不是暗喻中印之间 这个边界的冲突 所以现在看 就是说在这个上和会当中 为了自己的利益 印度 我们一直在讲说 印度的立场 其实就是摆来摆去的 就是取他自己需要的利益 那如果他在这个会后 所发布的宣言 他是表明了拒绝签署 这个支持一带一路 这对于上和会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当然从印度的角度来讲 他不应该支持 这个所在一带一路 特别是这个一路 因为这个一路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当然你说这条 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经过南海 然后穿越这个马六甲 然后进入安达曼海 横越整个印度洋 然后到中东 甚至于到非洲这条路 是中国大陆急欲打通的 一个海上丝绸之路 那这个丝绸之路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 海上石油生命线 跟贸易线 那这个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 长久因为边界充足 以及各种 甚至意识形态的汉阁 然后导致双方有非常多的 可以说是不和谐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今天印度支持你 这个一带一路 那等于我支持你 中国的富强 对不对 因为你其实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它下一个 等于说下面 它能够获得全球的 一个领导地位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算是资源的来源 那这个地方 其实以印度来讲 甚至于你说 美国今天会有办法 这么积极地拉拢印度 美国今天那么积极拉拢印度 就因为印度半岛地形 刚好就像一把刀尖 然后你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 像那个底下印度洋 像是一个砧板 那印度就像一个刀尖 海上丝绸之路 就像在这个砧板上这条大香肠 然后印度这个刀尖 就在这个香肠的上面 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靠海上丝绸之路 能够获得的这个国家大发展 其实能够成功与否的 关键就掌握在印度的手中 所以对他来讲 我干嘛要支持你 我支持你 等我帮着你 帮着你再养成一个 更强大的中国 如果说回来就会对我不利了嘛 对印度角度来说 不牵是符合他的国家利益 对是符合他的国家利益的 也就是说他有能够力量 把你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斩断 让你的复兴或让你的海上生命线 因此断在我的手上 那我干嘛要把我这个能够 作为我 可以某种程度来说 甚至我跟你 这个叫板的最大的这样一个资本 那个筹码 然后奉送给你 但是这样不配合的态度 会不会进一步的加深 中意之间的矛盾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部分来说 你说这个矛盾会不会增加 其实我看还是要看 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 怎么想 因为他毕竟还有一代嘛 那另外其实 他其实那可能就变成说 他要必须要展现 用更大的和平的诚意 来感动印度 让印度呢 在这个特别是 一路上面的这个阻挠 或是可能对他 斩断的这样一个作为呢 能够好 能够让印度更远离 这个西方 我比如说就是美国 跟这个现在西方国家 能够对印度的这样一个 拉拢性 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 让利的部分 或让印度能够觉得 在这之中 他的德会比从西方国家 德的德要多的话 那自然而然 他会乐于的让 中国大陆使用这个海上四周 否则的话 今天我就永远是在你这个 打折 打的那个气氛之上 OK 这次其实上和会的峰会 也加快了去美元化的进展 画面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是 未来各个成员国 将会使用各自的货币 来跟人民币 还有卢布进行贸易 所以这项协议也是说 成员国之间推动的去美元化 后续的影响会是如何 应该这样讲不会也 虽然上和会相关的成员 某种程度 这一次愿意推动去美元化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 都只是用各自的货币 跟人民币 跟卢布 来做一个 本地交易 对交易 所以某种程度 它只是跟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来做交易的时候 用自己的货币 那其实某种程度 在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这个状态底下 不会也美元的交易 欧元的交易 以及日币的交易 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或许这个是 包含上和会成员国们 想要推动去美元化 但是不会沿这个路程 大家看起来还是慢慢长路 因为毕竟对于整个 国际主要的贸易使用的货币 还是以我们刚刚讲 前述三个货币为主 尤其美金占绝大多数 好 等一下回到节目 我们来关心的是 国安局最近表示说 兵凶战维这样的气氛 是在认知作战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运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